台北。 過往在我出生的年代剛好在雲端服務誕生的時候 剛好是08年 那20歲的過程中剛好碰到網路購物的開端 所以在這個過程講句實在的 要去創業我們變成有一個好的點子 那怎麼有一個好點子呢 其實在網購的理念當中就是一個好的商品 好的商品要怎麼去把它引導出來 相對的過往的經驗變得很重要 所以很榮幸在這十來年的時間 可以去幫助到 過去協助到很多的傳產 去讓他們的東西可以去上架 然後直到要去創立老實秀這個品牌的時候 我將這些資源重新整合進來 對 OK 三個字 不公平 很簡單 為什麼會不公平 我並沒有一個副爸爸 我也沒有一個很有顯赫的學經歷 然後也沒有一個很廣大的人脈 有的東西叫創業的熱情 對 可是當有這麼多不公平的條件存在的時候 呃 才是你發揮你的任性的時候 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最重要的是你怎麼把這個不公平的條件去把它最大化 你怎麼把它最大化 如何把你的劣勢轉換成優勢 如何把你所欠缺的把它補足 對 這是我在創立老實說過程當中 所體認到的最重要的事情 這就是品牌的一開始取名的初衷嘛 老實說 就是老老實實的把我們想要傳達的事情說出來 那死這個字 呃 換言之也跟食物的死是同音嘛 所以我們對於食品上面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很多不一樣的揣摩 嗯 當一個創業家也好 當一個創業者也好 你想要走在前面你就必須放手去做 因為你所做的事情是別人沒有做過的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成功不是偶然 成功絕對不是偶然 成功來自於你有沒有那個信心 你願不願意去做 當你願意去做 那機會就有可能會降臨 對 嗯 其實在創立老實說的 這個初期啊 剛我提到嘛 你要人家來投資你 你要人家來認可你 我們就是要寫一份完善的企劃書 那老實說這個品牌 呃 成立至今剛好五年的時間 其實我們一直站在 四大原則 就是所謂的 呃 生老變死 也就是所謂的婚傷喜慶 為什麼 很簡單 呃 生只有一次 死也只有一次 對 那 結婚不一定 但是它一定很重要 對 那生日 每一年都要過 就如同神明的生日一樣 所以當我們掌握這幾大原則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展現 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去發想 很多東西可以去玩 包含 包含 這一年當中 我們也有跟婚妻 去做合作 我們去做婚禮小物 我們不光只是在神明的商品當中去作夢 而是我們也去做了很多不一樣的跳作 甚至是接下來畢業季的禮物 對 母親節的蛋糕 年底選舉要到了 包含你像里長 議員們 也一直很密切跟我們在做合作 對 模範媽媽 她既然選出來了 那她去需不需要禮物 對啊 那禮物要怎麼讓他們感同身受 覺得說 今天雖然並不是市政府的活動 但 裡面的活動 但他們覺得他們有被重視 那如果他的名字被刻在蛋糕上面 夠不夠重視 我相信就等同也像做一個獎杯一樣 對啊 所以我們可以去做到少量客製化 這就是老實說 接下來很重要的品牌定位 對